人民的名义是2017年最为火爆的电视剧之一,据说,还一度创下了十年来收视率最高的记录。 人民的名义这部剧是反腐题材的电视剧,在影视圈也是刮起了一阵热潮,当然播出口碑也是一路飙升,成为了人人饭后谈论的话题。 剧中的很多优秀角色妻同为达康书记,都成了大家心目中印象深刻的角色。 境遇,演员严妮在社交媒体上,晒出她的新戏人民的财差杀青照,剧组全体人员到合影,眼尖的朋友认出的里面许多演员都是面书面孔,有些叫不上名字,但全是实力派。 人民的名义二杀青,严妮晒出到合影,阵容豪华全是实力派。 作为主演的严妮在照片下配文说,杀青快乐,想念你们。 据了解,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名义自卖片,同样是由周梅森担任编制,演员阵容虽不是原班人马,但依然十分强大,全由国内实力派演员上阵。 主演有,建东,严妮,陈晓,黄之忠,秦兰,赵立仙等人。 人民的名义拍续集的呼声一直很高涨。 但是严格来说,第一部中的故事,其实已经是完成了。 编剧中《梅森》也是快马加编,写出了第二部,并且在9月10日正式开机了。 前几日,第二部经过了三个半月的紧张拍摄,终于杀青了。 这第二部叫人民的财产,和第一部并没有直接的关联,讲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。 第二部的故事发生地依然是荆州市,市委书记也依然是李达康。 但是李达康书记的扮演者,不是吴刚,而是赵立仙。 和吴刚一样,赵立仙也是话剧出身,也饰演过多年的配角。 在综艺节目《声林奇境》中,也有过精彩的表现的赵立仙,应该能把李达康演绎达到另一个境界。 主演静东,可谓是演艺圈近些年少有的奸言者和实力的双担当,在由他主演的《狼牙堡》、《伪装者》、《欢乐作》等剧作,都取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。 可以说由静东担当人民的财产这样的正能量电视剧难以后,是不二人选。 严妮和静东有些像,都是大器版成立演员,而且年龄的增长,让他们更加有韵味,体质也更好。 严妮也是男神收割机,与胡歌合作过,名家三兄弟,收割了两个。 严妮在之中出演是《红杏》,扎金赵中,与静东一起,两人都是精英伴,也是满满的老干部风。 人民的财产中,还有一位很受关注的,就是男二号陈晓。 陈晓在很多剧中都是颜值担当,尤其眼睛一直都是亮晶晶的,到了人民的财产中是真的沧桑的好多,正如在金牌编剧,对人民的财产还是很期待的,小伙伴们期待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